哎,大家早了 12月25号 星期六 大概5点半左右晚都在 哎呦,今天太冷了 今天气温零下 现在气温零下11度 体感温度零下21度 据说今天是这一波寒潮影响 这四波寒潮影响的量稍微减了一点 第一天21 不是,第一天25 第二天21 昨天15,今天应该还是15 或者是14 哎,但是感觉还行啊 风不是说的 也不知道,可能一会儿到城里 风可能就大起来了 昨天便宜 然后晚上没有在家吃 好久没有晚上出去吃饭了 我看有评论小伙伴说 我每天这么早睡觉聚会怎么办 回答特简单,我没有聚会 我现在生命中基本上就 只有训练和工作两件事 其他的都挺少的 我是个,我也是个挺无趣的人 前面有一个大路口 能一会儿一会儿到了安全一点的路再聊 果然是有风啊 今天就是标准的七百风 现在开始像西跑 感觉吹脸 冬天跑步训练就这点有问题 很难把脸能保护好 因为你要呼吸 我其实建议大家 不管你什么强度的训练 都是口鼻呼吸 不要听那些什么气泡分裂 那感觉他整个人都分裂了 各种训练方法 其实只能说 有的可能向我好一些 然后有的呢 基本都是盖 你不能练跟怎么练 对成绩的影响不会太大 追根结底还是容易 如果某一个训练方法 就是能十万事半功倍 那怎么说呢 那大家就都用它了 就是你要相信现在 专业运动员在用的训练方法 已经是所谓的经验的天花板了 整个人都没有 Plant 造成最大的探索自会 只有伟大的运动员 没有伟大的训练方 Protein 如果北京这么冷 现在会再冷一点 地区的朋友们还在训练的 那你春天肯定会有好成绩的 相信我 还有啊 昨天那个胡同 我的理解是 它是干面胡同 不是干面 因为有那个名字的时候 还没有现在这些网络词 流行词呢 本来有评论问我 有没有干饭胡同 还是挺道普 这家 行 那咱下来一会儿 跟大伙聊顺吧 正好今天这么冷 跟大家分享 分享我的热身和 缺炎后的拉伸吧 我热身很简单 就是 起跑前 做一做 踢腿 就是几乎是 直腿 然后向前踢腿 然后 找一棵树 或者找一个墙 最好是树板 然后呢 左右 摆一下腿 就是横向方向 然后 肩管节 坐一坐 就这种 简单 之后的 这个身体就交给前前几公里 一般夏天的话 一公里身体就热开了 嗯 冬天的话 现在已经 已经6公里了 还不行呢 就一开始慢一点 然后跑后拉伸啊 如果你跑得短 比方三五公里 或者十公里 那跑完之后就认真拉伸一下 所谓认真也就是 小腿肌肉 然后 大腿的后侧 膝盖窝 然后就是臀部两侧的肌肉 大概 每个动作 动作 没完展示啊 现在 大家应该都会 大概每个动作 拉伸个 30秒 差不多了 我对拉伸 都是那么 不幸 然后如果你跑了一个长距离 对我来说 比如说 如果今天我的推定是30公里 那跑完我不拉伸 那这个观点 可能大家 有人听过 有人没听过 就是 长距离 后尔玛拉松 强度比赛 比方说 半马的比赛 肌肉 非常的 疲劳 往往以后 就不要做那种 大的静态拉伸 没有可能 适着其反 这种 如果你是强度特别大的训练 和比赛之后 怎么恢复呢 一般的建议就是 穿上一条压缩裤 一天 也不要过度的什么 怕太热的水的热水澡 什么的 就是 核心就是 别太刺激 已经 就是特别疲劳的肌肉了 让它休息 就行了 这条路又是顶风 然后 体温一滴 眼泪和鼻涕 还有人 问 中心好不留个鼻涕 当然留鼻涕 我的经验是 你不要老去 给它 醒出来 因为这是 你的应激反应 你醒出来 鼻子变得 干燥 冷空气 进来 它还会继续流 如果你就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它就不会再增加的 好吧 一会儿再聊 举不动了 25号 星期六 训练结束 太冷了 看一下 15公里 配速 15公里 435 心率139 感觉 感觉这个心脏就冻住了 刚才又没电了 回家充了会电 今天跑完 然后 还是补 为什么要回家路呢 补那句话啊 大家加油东逊 加油东逊 春天就有好成绩了 行 那咱们后天再见了 明天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